李小龙 李小龙世世40年 但世界各地影迷对他的意外从未减退 他们心目中的李小龙 是中国武术的长征 是永远的英雄 小时在映画上看过 他感到很能力 在试试前的 他感觉很快 他感觉很快 在体育前 在体育前 他感觉很快 他感觉很快 他感觉很不思计 不过镜头背后 李小龙也只是一个平凡人 很多人都把李小龙神化了 这本书里面很多东西 说出来 让李小龙人性化的一面 所以我说的就是 将他拉下来赢金 他一件事最重要的 他的自信心很强 因为他的自信心很强 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对做事要求完美 就是完美 所以他很认真 做事 张欣鹏曾经在电影《龙生虎斗》 和《晚龙过干》里面 和李小龙合作过 趁着李小龙世世四十周年 将自己在二十六年前 访问十一位李小龙生前好友的内容 结集成书 让读者多点了解 这位武打巨星 展为人知的一面 例如李小龙其实很怕狗 也都非常贪美 即使大近视 从来都不肯戴眼镜示人 但讲到电影和武术的严谨态度 就绝对不容置疑 他或者在家 就找林郑英去帮他 就是他的idea出来 林郑英和他配合 如何能够做得好 这样做法好不好 这样做法好不好 然后大家觉得好了 第二天拍戏的时候 他将这些东西看出来 给导演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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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镜头上有什么最好 张音鹏说 希望影迷 不要一味只推崇李小龙 而是要真真正正的认识他 香港官民电视记者 叶永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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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